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说这个事业的成败直接影响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行衰 因此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 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 或者是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条件 只不过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命运 是否能够成功也不确定 我们看这个几种首相在事业上容易一帆风顺 顺风顺水的一种特点 首先一个是事业线清晰 事业线非常的深直的人 这个首相当中的事业线所处的位置 在手掌的根部也就是在砍空的位置 手腕并且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中直 从事业线就可以大致看出一个人未来事业发展的情况 如果是事业线比直向上 说明这个人事业发展很顺利 而且不会有什么挫折和什么变故 但是如果是不是有一些大成就 那就不一定了 很多人虽然一帆风顺 顺风顺水 但是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比较稳定 如果是说事业线不光直 而且很深的话 而且看起来比较明显的话 这种首相未来的成就就很大 看直的话就是顺风顺水 比较稳定 看深的话就是看他的成就大小 所以为什么说事业线要深和直呢 第二个就是段长 比较少见 就是天文人文合二为一 那么这种人大部分个性比较坚硬 从不服输 为人讲诚信 言出必行 个性也非常的独立有主见 而且呢 这个段长的人一旦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 都不会放弃 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主见和想法的人 那么还有就是拇指 粗壮有力 大拇指 比其他的手指呢 都要这个看起来有力量 这个生命力比较旺盛 而且呢 有很强的战斗意识 在职场上也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一个人 但是不是很讨喜欢 很讨人喜欢 但是有一些坚强的意志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所以说在事业上能够取得成就比别人更大一些 只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需要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 好了 有关这个事业方面 这个比较不错的几种手向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一个是这个拇指粗壮 一个是事业线直而且深 还有就是断掌 那么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8G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